抱抱抱 萧罗大吼立刻轰鸣回道 那些珠子全部飞向梦号 齐齐爆开 形成一股冲击 向着四周横扫 萧罗宁笑 这阴气珠看似寻常 可却是古仙灵秘术之一 任何一个爆开都可击杀问道巅峰 对方虽强可如此多的珠子爆开 就算是识人也要受伤 只要拉开距离 给我一些时间 我就可操控那九具尸体 击杀此人 萧罗冷笑 在这轰鸣惊天时身体正要后退 可就在这一瞬扭曲的虚无 狂暴的冲击中 梦号的身影 居然没有退后半步 那些珠子的爆开 对他而言 只是身体上微不足道的伤势罢了 一晃之下 他直接就冲出着波纹 右手抬起 一拳落下 萧罗发出凄厉的惨叫 喷出鲜血 身体急速倒退时 眼看梦号刹那再次来临 出手时石破天惊 萧罗又一次后退 鲜血喷出 闸眼间 二人在半空对决十多次 梦号身上气势越发的惊天 无敌之意强烈显露 萧罗只能后退 只能高度集中精力的去防护 根本就无法去攻击 梦号出手太快太狠 通明回答 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 对萧罗来说 极为漫长 卡查一声 他的腿骨被梦号一脚横扫 直接断裂 剧痛 让他面色苍白 神色骇然 震惊到了极致 该死 不可让他气势再掀起 否则的话 这一战 我必败 外界众人 都在看下这四强之战 每一处战场 都无比的激烈 有不少人 关注梦号这里 此刻 纷纷心神震动 若我是萧罗 也无法阻挡 这方木太霸道了 出手灵力 无与伦比呀 绝对不能在 方木的面前去防守 因为一旦防守 给了他爆发的机会 将是一场灾难 萧罗咬牙 神色露出疯狂 怒吼中 身体轰然爆发 阵阵阴死气息 这些气息 眨眼凝聚成了 一道道幽影 正要试图攻击 可在梦号一拳之下 所有气息 全部爆开 他喷出鲜血 身体如断了线的 风筝倒退 震撼中 梦号速度 无法形容 眨眼临近 一直直奔 萧罗的眉心 杀鸡惊天 萧罗双眼收索 心神震撼 危急关头 他咬破舌尖 不惜消耗自己的 惊血寿源 展开禁忌之法 发出一声大吼 拼了 音乐斩 话语一出 他的眉心上 立刻出现了一个月牙 这月牙刹那虚幻成影 化作了一轮黑色的乐 出现在他的面前 嗡的一声直奔梦号 刹那展来 梦号双目收索 在那音乐来临的刹那 身后 法相轰然降临 一掌 穿透梦号的身体 出现在了这音乐之前 骤然碰触 轰鸣惊天 梦号身体微微一震 音乐爆开 骁罗嘴角又溢出鲜血 但却换来了一线缓和 身体向后急迟时 他神色前所未有的争鸣 仰天大吼 九十一遍 骁罗话语一出 立刻那始终在后方 要追上梦号 但却没有成功的九具尸体 猛然间全部震动 肉眼可见的 他们身上居然长出了黑色的毛发 眨眼间一个个更为猙獰 还有一股外人察觉不到的妖气 轰然爆发 这爆发下 这九具尸体的修为 全部疯狂的攀升 眨眼间居然堪比伟先 九尊伟先啊 这是骁罗的杀手锏 原本就算是抉择第一 他都不会轻易用出 可眼下被逼到了极致 疯狂中 再没有迟疑 死 他大吼中 这九尊看敌伟先的尸体 刹那临近梦号 齐齐出手 一时之间 惊天动地 外界地九山海众人 全部哗然 天哪 这七尸 莫非是伟先 这是什么说法 居然能让这九具尸体 具备了伟先之力 这骁罗之前与樊东尔的一战 也没看他展开这种神通啊 在这外界哗然时 九具尸体临近梦号 滔天战力爆发的刹那 梦号神色内忽然露出古怪 摇 他神色恢复如常 可右手却骤然抬起 掐绝间 风正术 漠然展开 此术不同于八进 只为客腰 术法一出 外人感受不到什么 可当梦号抬手一落的刹那 立刻这九具尸体 居然全部一颤 竟齐齐停顿下来 原本无神的双眼 竟然在这一瞬 出现了光芒 削罗神色前所未有的大变 亥然中 他身体急速后退 猛的掐绝 要再次操控着九妖尸体 可就在这时 孟号右手抬起 目露奇光 风妖地七进 在黑色羽毛的改变下 漠然展开 进因果 轰鸣间 这九具尸体身上 与削罗的因果 刹那断裂 几乎在断裂的瞬间 九具尸体全部颤抖 身上死气 轰然爆发 全部倒了下来 而削罗那里则是身体颤抖 连续喷出了九口鲜血 神色骇然到了极致 当孟号目光扫来时 他身体猛地哆嗦 立刻急声高呼 认说 他生怕自己说晚了 会葬身在此 话语一出 他全身光芒一闪 呼吸间很快消失 孟号神色如常 收起长枪 一步迈去 他站在那里气势如虹 外界 地九山海的众人 纷纷蒙鸣淘天 三战三胜 还有第四战 若方木再胜 他就是四强了 就连削罗都不是他的对手 甚至交战至今 这方木仿佛没有用出权力 他到底有多强啊 在孟号出手时 倒数半空中 那白衣女子平静的目光 在孟号身上凝聚了片刻 只不过外人看不出来 就连孟号自己 也都没有察觉 削罗身影出现在 另一片树叶上 他身体颤抖 看下孟号的目光 带着惊恐与骇然 他的战前 虽然知晓对方很强 可却没想到 居然是这种让人根本就无还手之力的强悍 那狂暴的攻击 自己只能去防守 根本就无法去出手 尤其是自己这里耗费寿员换来的时间 使得九具尸体腰变 秀为暴增 堪敌伪先 可对方展开了一个未知的神通 居然将那九具尸体停顿 更是斩断了与自己的联系 想到了这里 削罗是倒吸口气了 内心首次对一个人产生了恐惧 此人不可招惹 以后若遇到 要离开 避开 他的术法 克制我的道 削罗呼吸急促 看向孟浩时 内心的恐惧更为强烈 他庆幸自己之前认输的及时 否则的话 怕是此刻的自己已是尸体了 孟浩这里 结束了擂台 几乎在他与削罗分出胜负的同时 赵一凡再次取胜 战场陆续结束后 第四战 再次开始 孟浩依旧是站在属于他的树叶上 从始至终 他没有换过战场 上四墙中 做到这一点的除了他以外 就是赵一凡了 哪怕是凡东儿也都拜了一次 拜在了那香火道的谢一仙的手中 那一战外界瞩目 而谢一仙因此崛起 至于神神叨叨的老者 钱多多 也拜了 拜在了李灵儿的手中 李灵儿的术法 似对着老者有些克制 二人交战到了最后 实际上 也说不出胜负 李灵儿的胜出 与运气 有些关联 到底 谁才是最后的四墙 此刻除了孟浩与赵一凡 似稳妥了外 其他人不好说 孟浩这第四战的对手 那是战胜了 梵冬儿的香火道的天骄 谢一仙 他走出光芒 站在孟浩的身前时 谢一仙双眼露出凝重之芒 进入八墙的所有人 他最忌惮的 有三人 一个是惊艳绝伦的赵一凡 一个是那神神叨叨的老者 最后一个 就是眼前这个方木 香火道谢一仙 方道友 请赐讲 话语说完 这香火道的谢一仙 居然立刻盘膝坐下 右手抬起 掐绝一指 顿时在他的面前竟出现了一个铜炉 铜炉上放着一根香 此香自然 散出阵阵严丝时 眨眼 弥漫在谢一仙的四周 形成了一片朦胧 方道友 谢某术法与众不同 只要你能抵抗住 相灭之时 谢某认输 孟浩站在原地 神色如常 这谢一仙之前女人出手 他有关注 此刻一言不发 身体向前一步走去 几乎在他脚步落下的刹那 忽然之间四周擂台刹那扭曲 眨眼的功夫 擂台消失了 出现在孟浩眼前的赫然是一片 苍茫大地 这大地上 有无数的城池林立 每一处城池内 都赫然存在了一个巨大的雕像 此雕像做客 正是那香火道的谢一仙 孟浩双眼一闪 就在这时 一个苍茫的声音 骤然间在这世界内回答 天大地大 声音传出时 这片大地上 所有谢一仙的雕像 全部颤抖 竟一个个睁开了眼 如同复活般 齐齐飞出 一共九千多个 齐齐出现在了 孟浩的四周时 猛的闪耀光芒 居然在眨眼间 融合成了唯一 化作了 谢一仙的身影 他站在半空 微笑地望着孟浩 天大地大 众生最大 众生有愿 此愿化念 念成香火 拜神求神 而以此香火修行 他们拜我 我就是神 他们求我 我 就是神 这里是我的香火界 在此地 我是神灵 在此地 我不 不可 战胜 我说 一夕是万年 在这里万年 就是一夕 方道友 你修为滔天 神时惊人 毅力之间 谢母 生平少见 不如 在此地追随我 成为我 香火重 从此 修行 香火道 也有成神的一天 谢一仙淡淡开口 他声音 有种 奇异的力量 传遍四周 落入孟浩耳中 可回荡在心神中 似让人有种 不可去抵抗 表取认同之感 成为你的香火重 你每个月 付给我多少零食 孟浩淡淡开口 他话语一出 谢一仙愣了一下 随后哈哈一笑 挥手间 这大声的 居然成为了 零食大地 这八方的山脉 城池 草木 居然全部 都成为了零食 眨眼间 世界金光一片 数不清多少零食 似无边无际 你要多少 要多少 我不要这里的 我要外界 现实中的零食 孟浩看向四周 随后摇头 谢一仙 面色一沉 冷横一声 这声音刚开始 还是轻微 可眨眼就如雷霆 轰鸣中 化作了威压 如同天威 骤然降临 孟浩身上 给我跪下 声音惊天动地 仿佛不可抵抗的意志 骤然降临 孟浩的全身 孟浩抬起头 神色如常 就这点微呀 孟浩话语间身体 刹那化作突就 直奔 谢一仙而去 刹那临近 轰鸣间 谢一仙身体 直接崩溃 可紧接着 又再次出现 在这里 我生命无尽 你 杀不死 谢一仙淡淡开口时 右手抬起 立刻凝聚了整个世界的力量 化作一只大手 向着孟浩轰然而来 气势滔天 威力 死无穷之大 杀不死 是因幻术吗 还是因生命本源 没有被波及 孟浩皱起眉头 右手抬起 直接虚空一抓 立刻血腰大把 轰然运转 血色漩涡 眨眼淘天 猛的散开时 谢一仙的身影 直接被笼罩在内 轰的一声 这身影就崩溃碎开 与此同时 虚空中又一道 他的身影出现 面色苍白 神色骇然 这是什么术法 原来是生命本源 没有被波及 孟浩微微一笑 右手直接成为血色 眨眼飞出 临近谢一仙 在他震撼的瞬间 一掌落下 轰的一声 谢一仙身体再次崩溃 他的战力实际上不高 真正诡异的是 他的术法 可这术法 居然在面对孟浩时 失去了作用 以往 他在这里被人杀死 会再次复活 无边无际 足以让人崩溃 可眼下 他的每一次死亡 居然生命都会消散一些 这种事情 他是第一次遇到 此刻亥然中正要闪躲 可他怎么可能是孟浩的对手 若非是这术法 孟浩眨眼可击杀的数次之多了 轰轰之声不断的传出 每一次谢一仙死亡 就仿佛是他这里的雕像碎裂了一座 谢一仙神色骇然 再次复活时 身体急速后退 放兄挺少 我放你出去 放你出去 不用你放 我自己可以出去 孟浩平静开口时 右脚向着大地猛的一踏 轰的一声 他的身后法相骤然出现 高达百丈 气势惊天 谢一仙面色变化 正要话语传出 忽然的孟浩脚步又是一踏 轰的一声 他身后的法相再次庞大 成为了千丈 这样的风格 立正语 键 装